进入2024年,尝试从墨西哥走路进入美国边境的非法移民越来越多,已经打破了历史记录。 大家好,我是顾颖琼博士。 根据官方记录,大概有创纪录的700万人已经通过美墨边境进入美国, 而协助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居然也变成了一项热门生意。 而偷渡集团正在招募美国大兵将非法移民偷运到美国,目标价位是5000美元一个人。 目前已经有多个美国大兵被捕,而德克萨斯州州长显得非常愤怒, 这些美国大兵会被判处两年到十年的刑期。 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在美国总统拜登软弱的边境政策上, 摇摆不定的方针导致非法移民觉得有机可乘。 当然,这也是民主党的一贯做法, 根治非法移民的最终政策还是要让这些国家改善经济, 毕竟老百姓不会有事没事冒着威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里去。 您觉得我说的对吗?